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今天我们继续讲明朝 锦衣卫 今天咱们讲第二回 94加94加88 这不是其中考试成绩啊 94加94加88 这是三个人 这三个人是明英烈的主角 蒙古人比较悲催 在灭亡他们国家的故事里 他们竟然是配角 这可能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 改朝换代到蒙古人这里 蒙古人连主角都没捞上眼 算是丢人丢到家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朝代 是吧 他们算外族 蒙古人因为自己战胜了 是胜利者 所以始终也看不起汉人 他们不学汉文 所以就搞不清汉人的名字 是 你知道我们汉人的名字里有多少讲究 相比之下 蒙古人的名字要简单很多 肯定不会有一个中国皇帝 跟蒙古皇帝似的叫铁锅的 元顺帝就叫铁锅是吧 但蒙古人是很聪明的一群人 搞不懂名字 搞不懂汉人的名字 这没关系 于是开始用数字给汉人 尤其是南方的汉人编号作为名字 纯粹就是为了自己方便 于是 在元朝的户口本里 记录了这么三个伟大的名字 陈九四 张九四和朱八十八 朱八十八就是朱崇八 两个八嘛 就是崇八 元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在户口本上的名字 就是朱崇八 八十八号 与他一起造反的那些人 其实户口本上的名字都不是平书里的名字 陈有亮是九十四号 他是陈九四 另一个起军将领张世成也是九十四号 他是张九四 元朝人没搞出一个按名字尾号收税的办法 这说明元朝人没有咱们现在人聪明 是吧 尾号是零和五的啊 今天不许上街 你要上街你得多交税 是 我们比元朝人聪明多了 朱元璋 张世成 陈有亮 这都是参加革命以后才起的汉人名字 我们先说这个朱崇八 过一会儿我们再介绍那两个九四 朱崇八十六岁这一年 卖身欺满 回到家中到家一看啊就大惊喜啊 不但他回来了 他逃亡在外很多年的父亲突然也回家了 居然啊这一家人就团聚了 这是这个破碎的家庭难得的团聚 父亲说呢 整个河南现在都在脑灾 而且有瘟疫 这可不得了 瘟疫是蒙古人最害怕的 哪出了瘟疫 蒙古人就会将那个地区隔离 谁也不许出来 要往外闯就得杀头 但蒙古人也会给些救济 是吧 就好像我们闹SARS那会儿 把你的楼隔离了 天天有人给你送盒饭 就是这个意思 听着挺好 是吧 但蒙古人的救济 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笑话 只是我跟你说 真笑不出来啊 有多少救济也为不保贪官 不久 瘟疫就传到了朱元璋他们家这一带 官府立刻就隔离了这个地区 任何人不能离开 这可要了朱家的命 为什么断绝交通 对朱家有这么大影响 只要从朱家的行业说起 他们是要饭的 按照朱家自己公布的家谱来说 他们祖上是有公民 原本家里有点地 但从朱元璋的爷爷开始就破产了 朱元璋的爷爷和爸爸最后不但丢了祖上传下来的地 还欠了一屁股债 不得不到外地去打工 就是那几年丢掉土地的人特别多 所以打工也挣不到钱 打工的人太多了 当时给地主当长工呢 就是只管自己犯 家里根本就雇不上了 朱元璋是兄弟四个 还有两个姐姐 你想想这个家吧 公公和男人都跑出去了 这也是个留守家庭 就老妈带着 这家里怎么生活呢 朱元璋是最小的一个孩子 朱老四 他二哥三哥都被卖给地主了 朱元璋自己也是四岁就卖给地主家放牛 根据契约呢 一直干到十六岁 两个姐姐也是很早就去了外地 我估计啊也是卖了 家里最后就剩下母亲和大哥 这母子俩靠要饭为生 要不怎么说 这一家人团聚的机会难得呢 好不容易现在一家人团聚了 可眼下交通这么一中断 你说蒙古人就把这个国家治理的啊 连要饭的都失业了 一个月以后 朱元璋的爸爸饿死了 三哥饿死了 然后是老妈饿死了 最后大哥也饿死了 一个月前刚刚团聚的一家人 现在就剩下朱元璋和他二哥了 而且这哥俩再待下去 再待下去 也是死路一条 怎么办呢 跑吧 也顾不得政府的禁令了 朱元璋和二哥是铤而走险 踏上逃荒之路 官员们后来抱怨 朱元璋对他们太苛刻 我是觉得朱元璋可能确实是有病根的 他有杀人的毛病 而且看不得贪官 这都是现在落下的病根 听听老朱的遭遇 你就明白 为什么以后会那样 朱元璋跑到了一座庙里当了和尚 这算是保住一条命 这里有个问题 既然庙里有饭吃 那为什么大家不都去庙里吃饭呢 与其饿死 大家暂时当和尚就是了 对吧 其实不是这样 在当时要饭有两种 一种是当乞丐 一种是当和尚 庙里也没饭吃的 要你自己去还原 当乞丐和当和尚是没有太大区别 而且大灾之年 庙门和地主家的大门都是紧闭的 一句话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只有少数像朱元璋这样年轻力壮 看着有要饭前途的 至少他成多要几年的人 才可能被寺庙收留 一句话 那个时代啊 连慈悲也是只能留给强者的 朱元璋就开始了 画园的盛养 好几年 后来有人说朱元璋是叫花子皇帝 说的就是这段 画园的经历 朱元璋可能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 学习的文化 我们这里咱们插几句 说说元朝人的文化问题 咱们说的这三个人 94 94 88 这三个人是吧 陈有亮家里是渔民 而且是船民 就据说那种住在船上的渔民 他陆地上都没有家 据说这是很穷很穷的人家了 张世成呢 张世成家里是庭民 什么叫庭民呢 庭啊 庭字的庭 庭就是驿站 庭民就是驿站的苦力 搬运工 这就更穷了 是吧 算上朱元璋这三个人 这是社会最底层的家庭的三个人 在那样一个落后的时代 那么一个没文化的蒙古人的统治之下 有一件事我说出来 你也许不信 这三个人都识字 所以你别小看元代 元代汉人其实文化水平是非常高的 你就知道为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四大名著中有两部是出在元代 当年还有元曲的盛行 可元朝满打满算不到七十年了 这不是偶然的 元朝在文化上 虽然朝廷里很蒙古是吧 但大宋朝的这些子民们还是很有文化修养的 我甚至认为元朝汉人十字的水平大体上应该和现在相当 为什么这么说呢 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人都知道 你要是没有三四千汉字的底子 你根本就看不下来 好了 咱们咱们接着说朱元璋啊 朱元璋这个饭 一要啊 要了七年多呀 直到老家出了一件大事 1351年 韩山童刘福通 在安徽黄河 治黄工地上 带领着白连教的信徒 发动了红金军起义 为什么叫红金军呢 就是他们头上啊 包着一块红布 所以叫红金军 这是1351年发动起义 第二年就是1352年 朱元璋老家的白连教信徒也发动了起义 起义军的首领就是朱元璋未来的老丈人 郭子兴 朱元璋就加入了郭子兴的队 朱元璋自己后来说呢 说当年革命啊 就是造反是迫不得已 因为他自己说 因为发小汤和呀 最先加入了红金军 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信 被庙里的人看见了 于是担心被人告发 不得已 那就只能参加红金军 这是瞎说 是吧 因为有人考证过 此时朱元璋待的那个庙啊 已经被元军烧了 元军为什么烧庙呢 元朝人那个时候也已经开始信喇嘛教了 也是佛教 是吧 他们为什么要烧佛寺呢 这里我 我的猜想啊 我这么猜想 这个原因应该是这庙有问题 这不是佛寺 这个应该是明教的寺源 明教曾经是元朝末年 圣极一时的宗教 据说信众有几百万人 你看 白连教寒山童起义的时候 他是白连教的 但他说自己是明王下凡 实际上就是要沾点明教的光 朱元璋实际上有专家考证过 他参加的就是明教 元朝人烧了寺院 其实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寺啊 这个庙啊 是明教的寺院 明教现在造反了 寺院当然不能留 明教是一个外国宗教 但是呢 他一到中国呢 就被本土化了 明教的教义是什么呢 明教的意思是说啊 这世界上只有一个神 但是呢 这个神在不同时期呢 这位大神以不同的身份呢 访问人间 所以呢 印度的佛祖 西方的基督 阿拉伯世界的先知 都是这位神的化身 在西方明教遭到了抵制 但在东方 他反而兴盛起来 明教一个显著的结果啊 就是将道教和佛教融为一体了 实际上 西游记中的世界就是明教的世界 对吧 西天佛祖和玉皇大帝 这一个是佛教 一个是道教 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他们是友邦 明教在日常生活中呢 你可以拜佛 也可以拜了君 这无所谓 因为这都是真神下凡 都是神的化身 重要的其实 不是说你信什么 而是说 这是一个社会组织 就跟那个传销团体是一样的 通过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啊 让大家觉得温暖 然后我们抱团 咱们一起干一件什么事 这件事呢 不一定 可能是修桥补落 可能是做义工 也可能是救济灾区 但也可能就是造反 明元末大起义 白莲 这个明教被白莲教抢了先 白莲教现在说呢 说自己是明王下凡 白莲教是怎么回事呢 白莲教原本是佛教的一支 这白莲教真的是好出身 他是佛教净土宗演化来的 但白莲教随后和佛教呢 有了一点区别 佛家是众生平等的 所以僧人其实都是平等的修行者 是道行有区别 但身份是一样的 方丈和知客僧其实是平等的 只是分工不同 没有隶属关系 至少理论上是这样 白莲教就不一样了 白莲教也是一个组织 他们拜阿弥陀佛 是吧 在各地呢 都有唐主 信徒也不完全是僧人 只要你吃斋 你念佛 你就是信徒 你是信徒呢 就有唐主 有兄弟们照着你 兄弟们之间呢 是互尽互碍 有事呢 咱们待会有事 都得听唐主的招呼 这样的组织 在当时非常多 除了明教和白莲教 比较大的 还有一个米勒教 你明白了吗 朱元璋这样的人 他的心里 全是对政府的仇恨 有那样一个社会组织 他给 能给他温暖 就是这些社会团体 才能给像朱元璋 这样的人 一温暖 所以 所谓的封建 会道门盛行的时候 都是政府无能的时候 老百姓得不到 政府的关怀 才会去寻求 这些宗教团体的慰藉 朱元璋自己 真的信这些吗 他是一个 虔诚的明教徒吗 应该不是 他只是觉得温暖 朱元璋和陈有亮 实际上都是靠明教起家 白莲教的起义 虽然一开始占了先机 但最终呢 还是被信众更多的明教 抢了风头 汉家最终成了明教的天下 但陈有亮和朱元璋 在掌权以后 都采取了去宗教化的措施 甚至于朱元璋 建立了明朝 当了皇帝以后 翻脸不认人 宣布明教 白莲教 米勒教 为邪教组织 彻底取缔 甚至加以镇压 这是让人深思的 是吧 这种宗教组织 其实它的危害 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它建立起的是盲从 特别容易被利用 我其实心里是觉得 小孩子 现在咱们社会上 咱们家里的小孩子 应该让他有点信仰 不管他信什么 都要占一个位子 不然将来容易会受到社会上这些组织的洗脑 现在据说大学生很多被传销组织洗脑的例子 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 朱元璋在参加了起义以后 就得到了郭子星的赏识 甚至于郭子星把自己的义女马姑娘 嫁给了这个大龄和尚 马姑娘就是后来的大脚马皇后 是 朱元璋这个时候 二十四岁了 在元朝 这就是大龄青年了 郭子星是红金军中的嫡系部队 按现在的说法 郭子星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领导人 按理说 朱元璋跟着自己的岳父 这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可朱元璋呢 朱元璋在郭子星最顺风顺水的时候 选择了离开郭子星的部队 去自立山头 朱元璋的离开 这个故事其实应该仔细读 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郭朱元璋的性格 和做事风格的事情 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 朱元璋的历史 其实是你必须读的 你呀 你就应该好好读读咱们这位祖先 这比你读多少洋人的教程都管用 史蒂夫乔布斯不过就是一个外国人 你跟着我的脚步 我们下一回开始 重走朱元璋的创业之路 好了 我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在这里 恭候你的倾听 最后才来说一个创业之路 我会读一下 那么 太大便